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阿里巴巴也是在香港将于11月26号上市 可以正式交易 本次上市其实很多人觉得能不能赚钱 有没有可能打新股 那么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一次香港方面的上市情况 跟美国的一个股价相比 最终的一个溢价可能只有不到2% 所以本次我们即使作为一个交易 或者是打新来讲的话 大家也是基本上属于一个投机行为 因为在价值方面 这次的估价基本上属于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区间 跟美股也不存在较大的套利空间 所以说目前我们看到机构市场 在昨天已经是关闭了机构级别的一个认购 那么散户可能还是可能继续小幅的一个申购 也是可以的 在墨尔本也是有这个 最近有一些机构 说是可以帮助大家去打新股 或者是融资去香港认购这些股份 那么这个呢在澳洲来讲的话 大家有引起一定的注意 那么有的机构呢是属于空手泰国白狼 大家拿着大家的钱去做事情 但是呢会有一些比较苛刻的 人为加上去的一些条款 比方说要锁定期几个月 然后呢不一定有金融服务牌照 那么有牌照的呢 也不一定是Vitale零售牌照 那么在澳洲呢跟在国内不一样 国内如果是遇见这种情况 大家随便成立一家公司 就能够去打新股 那么在澳洲呢 它是有重重监管 并且需要一系列的服务和金融服务牌照 那么这些呢就都需要大家去擦亮眼睛 来辨别整个机构投资 或者是作为机构委托它来做股票投资的一些 基本注意事项 那么大家要有一定的合规意识 那么香港方面上市呢 这个阿里巴巴呢更多的感觉是一个政治因素 在里面 所以呢如果是未来股价上涨 那么这个幅度从价值投资来讲 就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参考标的物 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要想 趁机能赚一小笔的话 那么在策略上来讲的话 大家也可以尝试提前布局一些美国的 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股票 因为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香港方面上涨了 基本上美国也会同步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在结构方面 香港股票的结构和美国股票结构 它基本上是完全可以转化的 也就是说一比八 美国方面的存托凭证 一股等于八个普通股 所以说呢只要它能够完全转换 所以说双方持有的这个权益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一边出现了价值的大幅上涨 那么另外一边也是要上涨的 因为二者是要平衡的 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存在大家那种心理上的一个预期 就说香港上市 一上市就要涨个百分之十几二十几 这个概率呢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作为一个成熟的机构 或者是成熟的市场 成熟的一次新股发行 那么在香港方面 最近的这个阿里巴巴的认购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热 那么的火热 甚至没有之前在香港上市 用着一些月文机构啊 月文的股票 认购更加火爆 目前基本上是月文集团 在香港上市认购的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一个热度 所以呢以上呢 就是要大家保持一个理性的投资的角度 对待一个现在媒体炒的比较火热的一些现象 那背后究竟能不能赚到钱 毕竟赚钱是大家的事情 那么炒作是媒体的事情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盲目跟风 进行一些投资 一定要出去哪些才是适合自己的 如果大家的判断觉得 哎这次打新还是不错的啊 或者是可能潜在的一些上涨会比较大 那么大家的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杠杆 那么2%3%啊 这样的回报可能就会放大到4%6% 大家可以选一些小一点的杠杆 比方说2倍3倍4倍 那么这样的风险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另外融资成本来讲 购买水的融资成本是市场上偏低的啊 我们知道在中国打新的时候 大家要去融资 可能这个成本是百分之十几 二十几啊 甚至更高 那么在购买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澳洲股市融资成本 大概是百分之三点几 基本上属于房贷的水平 那么美股呢也是类似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想要短线交易 赚一笔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金融工具 就是属于大家能够去灵活应用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能平时注意到的一些小细节啊 比方说像这种消息面来了啊 或者是机会来了啊 那么短期的一个收益可能也会不错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昨天还是看到了石油价格大幅上涨 那么到底是不是伊朗方面 带来了一个价格上涨呢 其实我们说到了伊朗 目前国内的局势非常的严峻 昨天的这个内部国家内部的冲突啊 游行啊 示威啊 又升级了 短期内呢 也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那么除此之外呢 巴西也是石油方面的一个黑天鹅 巴西呢 是在最近刚刚公布了 这个不会打算加入OPEC的一个要素 这样的一个信息公布出来呢 对OPEC的打击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巴西呢 在未来石油产能呢 可能继续上升 目前巴西的这个石油公司的产能 已经是从全球第五大 一跃上升至第三大 所以呢 在未来如果是巴西继续 按照它的一个预期 向全球石油行业 继续输送大量的一个原油产能的话 加上俄罗斯 在未来呢 也不会轻易的减产 所以呢 未来石油方面的供景 还是非常的足的 那么如果是需求方面 跟不上节奏的话 可能供求继续进一步失衡 有可能会继续打压石油价格 所以呢 从长期来看的话 石油价格呢 目前依旧是属于一个 区间震荡整理的一个行情 很难形成大负担边上涨 那么在对比石油方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黄金啊 最近很多机构 依旧是非常看好黄金 觉得未来呢 明年可能会涨到1600 1650美金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他们给出的原因呢 就是在未来有三大要素 那么第一大要素呢 就是标普500在未来呢 它和黄金价格目前的同比 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是在过去一直是维持在30左右 那么现在呢 有所改变 然后标普500呢 和石油价格的比例呢 在过去是52 那么目前呢 这个情况也是略高 略高于之前的一个平均水平 所以呢 有可能是科技巨头 带动了股市的一个价格上涨 而业营油的技术呢 推广也是增加了石油的一个产量 黄金方面呢 大家的避险情绪啊 还有明年各国总统的选举啊 包括美国新西兰啊 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 包括英国在12月份 加上全球央行的一个宽松量化 因此呢 未来大家依旧是属于资产配置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此呢 在长期来看的话 大家投资策略也就是非常简单啊 黄金可以逢低买入 不管是黄金的股票 还是黄金的价格 那么石油呢 大家也是可以有赚啊 就出来一些 那么逢低呢 再进一些区间整理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啊 震荡的一些交易策略 都可以在原油价格上进行一些使用和尝试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对我们10月24号大活动感兴趣啊 可以参加我们在12点 即将举行 如果大家能够提前早到十几分钟啊 就会显得更好一些 因为人多 难免大家在最后可能会啊 没有座位啊 为了避免这些情况 比方说大家提前十分钟 15分钟到场会显得更加好一些 那么大家报名的可以不打电话 03-8658-0603 也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 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小助手来报名参加 感谢大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